韓東逼近 電力需求大增 法國中央發布公文 要求耗電產業減少使用能源 各級學校要有調整上課時間準備 地方政府則要確保醫院 交通耗制等關鍵設施維持運作 無電可用的情況 最快5號就會發生 即使有分區 分時段 還是可能影響全國高達6成人口 民眾憂心忡忡 企業只跳腳 大家忍不住問 曾經是歐洲能源出口大戶的法國 怎麼會走到這一步 到的12月 還有24座反印度提供 危機遷所未見 過度依賴核電 也讓法國再生能源進度相對落後 危機當頭下 當局被迫再度啟動燃煤電廠 引發環保組織批評 走上回頭路 折損的是全民以及環境的健康 大家新聞收看編譯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感谢观看